澡堂的洗澡 想到什么我就往上面去分享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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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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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非主流 我也不知道 很多时候长大是一瞬间 喜欢它那个质感和颜色 我觉得落指是一个 其实心思非常细腻 对于我来说 可能跟它相似的也是因为 是内在的东西 就是可能我们外表看起来 不是特别一样 但是内在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 对我那一份就是坚韧 可能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矛盾 也有种自己跟自己较量的 那个感觉 也挺要强的 其实内心深处 也是一个很脆弱的小女生 外表看起来是有点强大 就包裹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内心是一个 极其丰富敏感的少女 学生的时候去演学生 就是一个很当下的感觉 但现在毕业之后 再去演学生的话 是有种回过头来看 相当于是一个 学生时期的总结 汇总 因为已经经历完了嘛 大学毕业了 所以可能会更加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 就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 以前的话可能还是挺主观的 现在的话 就是可以跳出来去看 学生时期的那个样子 就之前可能就是 更偏感受性的那种 对 现在去演学生时期 是可以把你抓回到 学生时期的那个感觉 我在演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是记忆更加的清晰了 我好像是没有那种日记本 但我有那种摘抄本 也是摘录本 就是摘录一些好的那种 就是唯美的句子 摘到本子上 也是 那也算是一种表达自己的心情 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 就开始想要记录的时候 已经是可以通过 社交媒体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感象 可以有空间 发表说说 其实那个时候去记录 没有这么固定的 就像现在发那个微信 想到什么 我就网上去 网上面去分享 去看还是觉得 特别搞笑的 那些回忆都是 就会觉得自己那个时候 有点那种 天真和幼稚的可爱 特别幼稚 那个时候喜欢用标点符号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什么句号句号句号 顿好顿好顿好 有点非主流 那种用符号来做成表情 表情符号 那个时候是那样子的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在学生时期的这种感受 都不会第一时间放在外面 他可能有一个 要确定的过程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一开始 不一定能够确定 你就是喜欢 这个人 在你眼中 可能是有好感 比方说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他像你一束光一样 去崇拜他 就那个时候可能 不确定是什么感觉 所以首先都会先放心里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 都经历过这种 特别是在稍微长大一点 那种情窦初开的年纪 可能会 有一些人 会给你带来一些吸引 也是一种 不确定性吧 懵懵懂懂的 自己 放在心里的话 可能会好揣摩一点 拿出来说的话 好像这时候就定 就确定了 可能就会就也许会成功 也许会失败 所以就宁可放在心里 对 先放在心里 而且自己要先确定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感情 因为那时候不像不知道 什么是喜欢 什么是爱 可能你就是喜欢老看他 还觉得我好像会多在意一点 这个人 小的时候不是很了解 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会有 比方说我们是第一届 网上答辩的毕业生 那个时候疫情刚来 还没有好好地真正体会到 在学校答辩的那种感觉 因为以前老师憧憬 是什么样子 看到诗歌诗姐发辩的图片 横幅什么的 包括我们也没有一张 真正意义上的毕业照 其实我觉得毕业照 是一种仪式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好像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大家在一起聊一聊 学生时期 大家做的一些蠢事 或开心的事情 或者是跟老师的一些告别 和不舍 这算是一个小遗憾吧 但我相信日后 肯定会有机会补上 因为我们也一直在 筹划这个事情 我印象当中高中时期 我和我们宿舍的同学 好朋友们 我们会去到旁边 澡堂的洗澡 或者是就在外面 吃一个米线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虽然 是在校园外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还包含在 整个我们的校园生活里 可能那个时候的宿舍环境啊 没有大学的这么完善 包括我高中的时机 高中时候 其实也是已经开始 学习表演了嘛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也会一起就是排练啊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 对于我们就是 学习表演的学生来说 在一块排练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经历和感受 第一选择可能会是晴天 但是偶尔下雨的时候 我也会特别喜欢 我觉得是 不一样的心情 因为北京会比较干燥 下雨天的话 能够回到 就是南方的感觉 下雨天会很浪漫 反正都喜欢 都会喜欢 因为我们这个也是青春片嘛 所以我们校园时期的 系也很多 我觉得很多 喜欢我们电影的观众 可能很大部分都是 跟我差不多年纪 可能那时候是学生时期 所以我觉得 其实达到共情和共鸣 并不是一件 特别容易的事情 其实落指是代表了 大部分女生的这个心理 因为当时八月长安有说 她的真华三部曲 她前面两部 可能是想要让观众 找到那个共鸣 但是我们这一部 其实是希望 可以找到同类 其实也蛮难的 还是会有压力 怎么样能够做到 你演的落指 可以让大多数人 去代入它 但是我相信 每一个人演的落指 一定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不同的人 去演艺 肯定也都是不一样 在演的时候 没有考虑于太多 就是因为演员在表演当下 其实不能有太多的杂念 你不能想过 说我这个 我这么演 能够让所有人满意 希望让所有人满意 可能就是这个角色 就失去了一点自我 还得保持自己 就希望大家会喜欢吧 我在演 我在演落指的时候 其实我大多数时间我在听一个音乐 就是我们电影里面有的是肖邦的那个雨滴前奏曲 我从接到这个片约看到剧本的之后 我就开始听 相当于这首音乐陪伴了我度过整个暗恋的时光 所以我只要一听到就可以把我带到那个里面 音乐是一个其次 很多时候也是要靠我们的剧组的小伙伴们 包括导演 制作团队给我的信心吧 营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 所以我才可以很踏实的去创作角色 我觉得先不考虑避免 就是我还是会想要说 能够演到更多不一样的角色 我有很多的角色都还没有演过 演员的路也很长 就是我觉得每个演员可能都希望能够挑战不一样的角色 每一部戏都希望有一些新的突破 最大的改变啊 我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吧 就是可能以前在演一些角色人物 可能没有想过更大的这个观念 现在的话我希望就可以 无论是对自己负责 还是对观众负责 对角色负责 就是我觉得你每一部作品 这段时光 这个角色它可以带给你一些新的内心资源 就是它可以增长你的一些阅历 它可以教会你很多 我觉得其实角色是可以交互演员很多事情的 这也是当演员的魅力所在 我也不知道 就是很多时候长大是一瞬间 但是你认为那一瞬间你长大的时候 你反过头来看 那个时候可能也不算长大 所以我觉得人是在不断地长大的 就是我觉得对于我目前来说 就是一直都在成长的过程中 就不算真正的长大 这个问题有点深哦 就是我觉得成长的过程 就是在一个是你满足和不满足的过程中 来回反反复复的 我觉得这才是长大的意义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会不停地探索 说实话还是会的 就是我小的时候觉得说 哎呀我不会 我看到之后我也就过去了 过演员员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看到还是会有压力 但是我觉得这个压力也算是一种动力吧 批评的我是接受的 重要的是怎么样可以从这些批评和反对当中 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无论是在任何层面上来说 我觉得这些声音也是在推进你吧 就是能让可能也是在冥冥之中告诉你 你可能需要更强大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想我应该会做 就是跟艺术相关的东西吧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比较喜欢文艺这一块 无论是音乐啊还是摄影啊 或者是设计啊 我觉得都挺好玩的 就是喜欢它那个质感和那个颜色 因为确实拍出来感觉不一样 可能是父母就是在你童年的时候肯定用过 但是你小时候并不知道的那个东西是怎么样的一种存在 没有概念 但是你有机会去摸索的时候 其实它很好玩 因为你拍完之后你不能立马看 只有洗出来之后才能看到 然后喜欢这种就是等待的期待的过程 包括它有时候出来的给你一些未知的惊喜 或者有一些是肺飘 我觉得这都是挺好玩的 一张是一张呢 就是那种感觉 有这特流行油画棒 油画棒呢 就是其实就是谁都能画 我在剧组的时候就会 我一空闲就会画 涂抹的时候很解压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